我们在内地长大的人 无论走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有医生看不懂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体内的重金属 以及医生认为很罕见的 这些堆积在人体内的化学成分 是世界上目前比重最高的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认为 在人体中不可能有这么多毒素的基存 它可以把我们称为生化人 因为如果是在西方国家长大的人 身体内堆积了这么多化学元素 基本上你就死了 对吧 中国人被认为是 从小生活在一个生化世界里 因为我们不仅仅有饮食的习惯 你像我们腌的皮蛋 松花蛋 很多人认为它里面有屁双 这个东西吃它就跟吃毒药一样 但中国人有自己的解释 一来匹双这个东西 现在还在有人拿它治疗白血病 它不是一点功效没有 第二个呢 古代的妓院为了减肥 为了漂白 为了让自己美白 美容用品中 它本来就有皮疤 中国人认为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度的问题 而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环境中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根本就不允许你进入市场 当然了 还有一些呢 就很难说了 但是全世界的通病 比如说中国人使用的抗生素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来说产量第一 用量也是第一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孩子倒还好说 大人一般离开中国内地以后 至少在五年左右 你的身体都很难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 那么如果你得了病以后 正常的医疗方式 对你几乎是没有作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再去寻找原先的治疗方式 就是大剂量的使用抗生素 那么这些治疗在西方国家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你认为你能治病 作为医生来说 他这样开药 他会保不住他的医生执照的 所以他不会给你这样办 在这种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回中国旅游的 到亚洲其他国家去旅游的 其实这些旅游都是为了看病 都是为了寻找到 他曾经熟悉的医疗模式 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来压制 他身体中 他认为是很小的一些疾病 其实医生也是束手无策就在这儿 因为原先你用的抗生素已经用到顶级了 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叫滥用药物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在 离开中国内地的人群中间 时常有发生 这都是很可悲的事 而且短期了也不一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除非你有足够的金钱 使用更为先进的治疗方式 完全摆脱现有的医疗体系 对吧 你使用 另类的治疗 它涉及到 与原先的医疗模式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 风险还是有的 不仅需要钱 还需要勇气 所以这就很麻烦 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的是 全人类的一个问题 叫微塑料 这个你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在中国 但是最主要还是在 不发达国家 它是比较重 因为根据现代医学的检测 人体内被检测出的这个微塑料颗粒 大概有九种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的江河湖海 是吧 海洋里 马尼亚那 海沟 几千米深都能看到人类废弃的这些塑料在堆积着 其实呢 现在已经延伸到各个环节了 海洋里 人体内 饮用水里 淡水源 土壤 空气 这来水管道 其实都有 我们讲的这些微颗粒 它基本上都是0.5毫米以下的 比头发丝输不了多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出现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对吧 整个世界都在微塑料的侵害之下 因为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逆转 其实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都还没有找出答案 人最惶恐的就是微塑料 这个东西它进入人体以后 它是不是会进入血管 会不会走到心脏 会不会切割掉 你微塑料颗粒堆积多了以后 是吧 打尖了 是不是会切割掉 主动漫 这都是人们的猜测 当然这些猜测都是被夸大了的 因为普通人都不太精通 医学 医学这个东西 它从希腊文明中 就是属于相对比较专业的学科 我们知道现代外科 现代医学 就我们所讲的 希腊 它发生的真正的时间 其实很短 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搞不懂的东西有很多 但是它有一个强项 检测 对吧 它用技术手段来给你 类似于打分一样 明显的给你检测出你的危险在哪 那么现在几排水的这个检测发现 全球五大州 据说是多个城市 那么他们一共查了150个批次 就查饮用水 自来水 83%都含有微塑料颗粒 这个就很恐怖了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在我们认为饮用水是安全的情况下 其实它也不安全了 因为有很多被实验者 在实验的过程中 他们已经明确的表示 在他们之前的生活记录中 他们是从来不吃海鱼的 对吧 你认为通过这个海洋 塑料污染海洋 在海洋中 分解成这个微塑料颗粒 然后通过鱼把它吃了以后 人在吃鱼 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人体 那么现在已经被证明了 不是 它不吃鱼 对吧 不吃鱼也能在体内含有微塑料颗粒 如果现在从饮用水上的这个检测 是过硬的话 那就说明 你喝水就有83%的可能 把微塑料颗粒带入人体体内 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到目前为止 医学专家根本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肯定是不利的 是吧 人体我们都通常把它认为是一个化工厂 但是人体的化工厂 它没有足够的酸 来分解这些微塑料颗粒 造成一个问题 人体多脏器类都发现了它的存在 那么人们在惶恐之余 现在有一个相对比较令人欣慰的消息 在日本的大阪 发现了一种酶 在大阪的一个塑料垃圾的这个掩埋场 检测出了一种细菌 叫PET酶 这是一种水解酶 那么它可以分解塑料 然后在水中 它可以把它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好消息来了 一个值得拥有洛贝尔奖的好消息 但是从实验室走到工业化 这个路程其实是最长的 我们知道有许多科学家认为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实验室诞生了 就可以庆贺了 但是真正你要把它工业化 这个路程也会很长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技术 从实验室被发现 走向工业化都需要三四十年的历史 这个还好一点 这个PET酶 从发现到现在 人类一直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日本在研究它了 它给未来的人类带来了解决 废弃塑料 微塑料颗粒的这些解决方法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已经放弃了使用塑料一次性的垃圾袋 那么你在超市你使用的包装袋 都需要你花钱去买了 对吧 一般都是十美分一个 它要求你自己花钱的时候 你就会尽量节省 对塑料制品的使用 尤其是一次性 随手你就会把它丢弃的这些东西 很麻烦 那么如果这种煤 它能被大规模的推广 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它能分解掉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各种废弃物 塑料废弃物终于等来了一个 可以期待的撒手 但是从现在开始 全球各大主要国家 其实都在使用纸 哪怕是再生纸做的这个流鼻纸袋 对吧 在越来越多的超市中是使用它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 它不太方便 容易破 但同时提示 其实各大超市也会提供一个手提袋 比较坚固的手提袋 有编织袋型的 也有相对比较硬的纸质的这种拎带 甚至我见过真皮的 人类始终有一些问题要解决 像塑料 尽可能减少对塑料制品的使用 这就是一个可选项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在说 要垃圾分类 要这个 要那个 要环保 其实说的多 不如实打实地去做一件事 日本人最近获得 连续获得诺贝尔奖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们在基础科学上的探索 花了很大的精力 我们已经不得不正视这个国家 对整个人类科技发展 带来的创新了 甚至我们经常听到 有些人在说 这个世界上能够替代 美国成为新科技发源地的国家 其实是有的 我知道有很多美国朋友都在谈论 日本在未来科技界的比重 会越来越大 其实他有一些地方 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他们对 事物性的钻研 这种工匠精神 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的这种精神 其实真的 不得不 令人赞赏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